年纪比较大的人所谓加龄 年纪增加 叫加龄臭 也是所谓的老人味的老人臭 那这个气味事实上 其实我们不要去让老人觉得尴尬 任何人到老的时候 都可能会产生一些问题出来 感觉有异腻的眼光 不是不需要的 加龄臭它本身就是 年纪大的人所形成的一个味道 角质的代谢啦 它一些这个所谓 环境的污染物接触皮肤之后 甚至呢 我们穿衣物 没有适当的把它更换 吃的东西造成皮肤的一个分泌 还有产生一些细菌等等的因素 所造成的味道 这叫加龄臭 也叫做老人臭 因为我们所谓加龄臭 这个名称就属于是 年纪比较大的人所谓加龄 年纪增加 基本上我们还是属于60 65岁以上民众所产生的味道 叫加龄臭 那当然就跟这些年纪比较大的 一个活动力比较差 现在代谢比较慢 更换的衣物 洗澡也比较少的情况之下呢 造成皮肤 分泌 还有身体的一些气味 所产生的味道 这叫所谓一个加龄臭 是这样子的 在临床上来讲 我们常看到 大概都男生比女生多 年纪比较大的女性 可能她的这个 太清洁的一个情况比 男生更注重 所以大部分男生比女生的 这个比例是比较高的 还有就是说 很多老人家 因为有慢性病的问题 有这个糖尿病啊 或肝肾不全啊 其他一些慢性的问题 吃了一些药物等等 那也会分泌出一些味道 跟身体一些细菌啊 脚质融合之后呢 也会形成加龄臭 会比较严重的 会发出味道的 通常会是在哪些部位呢 基本上就是我们所谓密闭的位置 大概都夜下 怕下 这是一个常见的位置 但有些老人家 头皮也会有一些味道 油膏味 那这种味道呢 就是老人家 它可能有一些油脂啊 头皮上会比较多一点 那这种油脂呢 也可能没有去清洁之后呢 也产生个不好门的味道 这油垢味 也是属于加龄臭 其中的一个成分 浮臭本身啊 这属于比较年轻人 因为它跟荷尔蒙的代谢 是有相关性的 那年纪大的人 它本身可能已经 新的代谢变慢 荷尔蒙的分泌减少 因为相对来讲 它可能比较不会发生 浮臭的一个问题 浮臭本身啊 它是一种体质的关系 很多跟这个遗传的体质 有相关性的 那它主要是 我们本身大汗腺 所分泌出来的味道 那这个大一线 我们叫饼浆线 最长分泌的位置 是从叶下分泌出来的味道 我们叫做浮臭 因为我们知道 加龄臭是很多因素 比如说我们跟它内在 跟它饮食 跟它清洁 所造成的一个问题 那只要适当的清洁 饮食口味比较清淡 做好一个肌肤的保养 这个加龄臭味道 适当是可以减轻的 甚至有人 它可以获得一个 很好的感染 你可能闻不出它的味道 加龄臭基本上来讲 它是一个身体的 一个保养的问题 注射的方式 不管是肉毒杆菌呢 或做雷射来讲 它没办法达到 一个很好的效果 最主要是 个人的清洁要做好 口味要吃得比较清淡 甚至呢 适当的去角质 我觉得都可以使皮 达到一个 比较干净的一个程度 自然可以使这些 加龄臭的味道 补得很好 平衡的海上的清洁 我们可以喷上一些 像是香水啊 或是什么清臭的产品 事实上其实这个味道 假使说你用一些 自香剂去克服它 或去掩盖它的话 基本上并不好 因为它本身是一种 所谓细菌分解 代谢所产生出来的味道 其实清洁是最重要的 那你用其他的味道 去掩盖它 有时候反而会产生一个 综合性 复杂性的气味出来 那我觉得这感觉比较不好 我们知道老人本身啊 其实慢慢年纪大了 可能就是因为 他本身的一些作息 习惯 饮食 等等 可能会造成老人 产生一些气味出来 那这个气味事实上 其实啊 我们不要去让老人觉得尴尬 其实适时的帮老人做一个 适当的清洁 衣物常换洗 那还有尽量吃清淡 老人家本身有任何的一些 慢性疾病 做好一个适当的控制 还有多喝水 都可以使得老人的味道 获得改善 我觉得任何人到来的时候 都可能会产生一些问题出来 那老人味是可以去改善的 甚至可以让你感觉 老人是很清爽的 而且 不会让你觉得 有排斥的一个人的感觉 这是这边我们要等一下 好 等一下 他们还没休息 我是在装潢 所以医师像这个 我们是没办法用什么肉毒吗 或是 这个 没办法 没办法 多汗症才用肉毒 大汗线可以用手术去除 那家庭水浴本上就是 适当的清洁 做好保养 味道就会改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